界線 我和女上司哪個重要呢 還用說嗎 當然是妳重要 如果沒有這個女上司是王 我跟你講沒有她的 妳這樣 越南丁 她會耍 如果沒有妳的話 那我的世界就死掉了 在我心中 妳絕對是比較重要的 但如果妳希望我以事業為重 那麼上司就比較重要 妳希望我以妳為重 那麼妳就比較重要 妳覺得 妳希望我以什麼為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有了 有了 爛爛 爛爛 各位 只要問這個問題 妳肯定送命 來 請看 我和女上司哪個重要呢 女上司 對 其實現在很多女老闆 是很厲害 很強勢的 比如說我們的老闆是女生 對 妳的女朋友問妳說 我跟妳老闆誰比較重要 當然是妳 就那個意思 這次還用學 好 那妳回答 妳先回答 我一定是另外一半 女朋友或老婆一定是妳 但是如果今天是工作 那就是工作重要 如果是工作 沒有 女上司就工作 對啊 要不然妳以為女上司是 沒有 這男生上司 這男生是什麼事 我跟妳是說 沒有 沒有 女上司重要 妳都不用捕莊 妳知道 女上司因為 好 那我先回答好了 我先回答 我給妳 給妳們一點點的時間來思考 但是 我的答案一出來 妳們後面難回答 有一點難 誰先問我妳好 好 謝憲 我和女上司哪個重要呢 還用說嗎 當然是妳重要 如果沒有這個女上司是王 我跟你講 沒有她的 妳講 女男生 她會爽 根本不是人 我就灌老闆 如果沒有這個人的話 我就是再找一個新工作就好了 但如果沒有妳的話 那我的世界就死掉了 不會這樣說嗎 教科書等級 我覺得憲哥真的很強 憲哥 憲哥真的很厲害 憲哥 如果今天是女上司問妳說 憲憲 我跟妳的女朋友來上班 妳怎麼可以讓人家問 而且她是穿 她穿黑絲 掉在我 老闆 請說 我在這裡上班 不是 只是因為要工作 這上什麼班 我還要妳 老婆 那是我們用錢取來的 不算 好像換臉了 不然妳轉得太快了吧 妳轉太快了 來了 妳再恭喜 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像 不論是女朋友 或是另一半或是老婆 就是我覺得 因為通常在家裡面 你知道就是都是老婆 在負責這些東西 但是老公去外面工作 有很多的時間 都會跟女上司在一塊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是關於一個安全感 然後我之前就有問過 就是之前的男朋友 就問他講說 就是我跟女上司 妳覺得哪一個比較重要 但我會問就是因為我覺得 譬如說他們要常常出差 然後即便是約好的 就是生日或者是那種節慶 就是我們說好要一起吃飯的 他可以說 不行 我現在就是 老闆叫我去哪兒 我就一定要去 他可以因為就是 上司跟他講說 你要去哪裡 他就會馬上跟你算 純粹是老闆都已經會吃醋了 更加是女老闆 而且很奇怪是 打給他或是視訊 他都不吃 那就有鬼了 那一定有鬼 絕對 那定有鬼 那女上司就是個鬼 所以我覺得通常 女鬼 因為她是女鬼 定的但女鬼 難免嘛 可是女上司長什麼樣子 是不是也滿 剛剛不是演過 還要再看 好累 補妝 補妝 要補妝 要補妝 要補口紅 女生嗎 有 女生 我過頭髮 我過頭髮 我覺得如果被問到這問題 會說在我心中 你絕對是比較重要的 但如果你希望我以事業為重 那麼上司就比較重要 你希望我以你為重 那麼你就比較重要 你覺得 你希望我以什麼為重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你希望你希望你 爛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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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這幾個是沒有理性的 他們根本聽不懂 不是 你客觀來講 你剛剛的回答 真的是爛透了 怎麼爛呢 我把閃爵一場交給你 真的以女朋友為重 我真的以女朋友為重 打他 趕快講他 我曾經 等一下 我要說完啦 因為我曾經有一次接了一個戲 然後那個時候戲拍到 凌晨三四點很晚 就像現在這麼晚的時間 然後我那時候女朋友 前女友就打電話跟我講說 黃豪萍 你又拍到這麼晚 我回家要怎麼睡 你知道回家要吵到我 我跟你講你再拍到這麼晚 你就不要回來了 我就分手 然後我當下很緊張 可是我那戲還沒有拍完 我當下拍完回去之後 我告訴他說 寶貝 我再也不會接這麼晚的工作 這麼晚的通告 這麼晚的錄影都不會再接了 不是只這個 請大家 那不要做一個 你應該要做一個 還是應該這個 再抱怨囉 不要 但是 沒有 人家這樣講 我沒有給人家說一切話 對 那最後一次帶大任門進來 對啊 都OK 為了你的幸福嘛 不是大任門 我們可以全權你 沒有 但是後來 後來他跟我講一件事情 就是他說 寶貝 我覺得 如果說今天你為了我而放棄工作 而這樣子的你 不會是我欣賞的你 我欣賞的你 你是在事業上面 用力衝的你 昨天是我稍微情緒有點過頭了 當我很努力的 把這選擇權交到他手中之後 他反而覺得說 這樣子的人 才是我要託付的對象 好 你忘記一件事情 在愛的世界裡 沒有聲論題 只有是非題 Yes or No Yes or No 差 你都不要再去大任門 我不決定 不… 有尷尬 不是 我行司令 我行司令現在就敲五位 敲… 你弄到五點五位 他就是要讓你覺得他是比較重要 最重要的 來 頭有塔子 我會說 OK 你想一想 為什麼我跟女善事要好 就是因為為了工作 為了賺錢 那你們看看你身上的那些 名牌包啊 什麼項鍊啊 都是誰送你的 我們買的 都是我們自己賺錢還 哭了 哭了 眼淚公式 我一直存不到錢 眼淚公式 他是想到過去 他確實也花了不少 他這種說法比較像牛郎店上 你到底要多可憐 其實我覺得女生有時候 其實應該是會比較喜歡是 感覺 對 因為像我也問過一個很實際 我覺得男生太直了 比如說我問 我有 我二五幾歲的時候 就買第一間房子的時候 房貸壓力很大 然後呢 我記得那時候我交一個男朋友 然後他常來住我家 然後有一天 他就看到我愁眉不展 然後說為什麼 我就說 當初不應該買這個房子 因為我還很年輕 壓力很大 對 壓力很大 這時候你希望他跟你說什麼 我幫忙啊 對啊 對 我幫妳吧 他就 趕快賣掉啊 給我 欠揍 他那時候我剛才 他就開始找電話部找找找 他就說 我認識國泰世華銀行的理財專員 你去找這個 他可以降低你的房貸利息 完了 超弱 弱 我要理財專家跟房貸專員 我找憲哥認識更高階的 對不對 所以你要更積極的 我們就是想聽到你說 比如說哪怕 他拍拍你的肩膀 一種就跟你 我們一起加油 他說我幫你付一點 等你好一點再還我也可以 或者是說 寶貝你相信我 過幾個月 你通告就會變多了 這樣也可以 你想太單 你聽到你去見到什麼 現在還是要見到我的 你不敢 Moi 你不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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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敢說